第29題 2934題組 閱讀下列迅速後回答2930題 碗類是由碳和氫所組成的有機化物 碳原子數目為1234的碗類 依次稱為甲碗、魚碗、冰碗和丁碗 它們完全燃燒時都產生二氧化碳和水 現代家庭中最常利用的染料是天然氣和液化石油器 剛開採的天然氣不能直接利用 其中含有二氧化碳和硫化氫等雜質 需在-18度C高壓下冷凝分離 除去雜質的天然氣主要成分為甲碗及椅碗 可用酥氣管輸送給用戶使用 天然氣也可以在-126度C和更大的壓力下液化 運送到不產天然氣的地區 液化石油器是由原油分量而得 主要成分為丁碗和丁碗 丁碗和丁碗的沸點較低 分別為-42度C和-0.5度C 容易氣化 當原油分量時可在分量塔的上層分離出 經冷卻壓縮變成液態 裝入鋼瓶可供一般家庭或汽車作為軟料 然後第二九題問我們 原先裝滿液態的丁碗和丁碗的瓦斯鋼瓶 使用一段時間後 若瓶內液態的瓦斯剩餘半筒 下列哪一個圖示最適合表示鋼瓶剩餘的物質及其狀態 因為這個鋼瓶內原來是液態的丁碗和丁碗 用掉剩下之後 底下應該還是液態的丁碗和丁碗 所以答案應該只有A跟B是對的 然後使用的時候 我們的液態的丁碗和丁碗會揮發變成氣態 所以上面應該會充滿著氣體的丁碗和丁碗 而不會是空氣 所以B是錯的 所以我們第二九題問 下列哪一個圖示最適合表示鋼瓶剩餘的物質及其狀態 我們答案選擇是A